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辱骂夫人一顿 自从成亲以来 夫妻和睦 相敬如宾 没想到现在 跟仇人似的 这一番侮辱 夫人受不了 实在是接受不了 也看出来了 已然是痴迷难返 入歧途了 知道 拿言语打动不了 赵如成了 自己割舍不下女儿 这才把女儿喊来 小姐一来 就瞧出不对来了 看母亲脸上气色不正 知道 父亲在前山轰轰烈烈要做一番事业 小姐年幼 赵如成当然也不跟他谈这些事情 但是近些日子来 很少到家中来 那咱们老百姓说 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 赵如成也是人的 甭管在江湖上如何 甭管在巨英山上如何 到家来也是辞妇啊 抱着姑娘也高兴啊 眼看着姑娘 寄急之年 要谈婚论嫁 应当跟老太太商量 咱们这姑娘老大不小了 说给谁 这些日子全然没有了 对母女二人十分的冷落 对姑娘也没有原先嘘寒问暖 三言两语又走了 女儿俩都有失落感 现在在小老太太这个气色 知道有事 妈呀 怎么了 果不其然 老太太未曾说话 与代卑生 先把眼泪掉下来了 您别哭啊 不好了 你爸爸现在 已然执迷不悟 一抿的心思就是 跟他们要造反了 姑娘一听 好家伙 心里埋怨爹 好好的造什么反呢 这不是自若其惑吗 妈你也扮不让哭 我到前面见我爹 我跟他说 不让他造反 你跟他说呀 你跟他说 他就听了 就是 你让我怎么样 我跟他说 不但不听 反将我辱骂一顿 不让我管 这样 惹不起 咱们躲得起 咱们小盘山 投你舅舅 我这些年 很攒了些个梯子 说了话 老太太把钱 就拿出来了 这里头 有些个筋筋细软 咱们要走 这也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 还有 丫鬟 婆子 这些个人呢 你舅舅 收留咱们 咱们在小盘山 也待不住 想办法 得出去 樱山 远走 他乡 小姐一听 这话 很难过的 那么今生今世 我那天伦父 就见不着面了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 你有恋父之情 他有爱女之意吗 我跟他结婚 这么多年 他没对我这样过 现在 竟然对我 说出这样的话来 特意的绝情 似这样的绝情之人 虽然是你的亲父亲 你再想他 也得走 你要不走 日后是大祸临头 将久有失败 山坡之日 你我母女 也是难逃公道 我这么大岁数了 说我为了 我的丈夫也好 为了我的明节也好 殉情一死 死不足惜了 姑娘你正在年少啊 听妈的没错 咱们走 这才叫落花有意 随流水流水 无心恋落花 一旦 巨婴山让人打破了 全完 姑娘听妈说的很对 这个事态也很严重 老太太把东西都拿出来了 走不能 一块走 你先走 你带着你的丫鬟 回小盘山看舅舅 没人敢拦打 咱们要一块走 有人抱于你父亲 你父亲就明白了 到时候他要干涉 咱们俩可就走不了了 你去看你舅家 舅妈去 把这些个东西都带着 过两天 我再去 咱们集合好楼 出去樱山 老太太太这会儿 以生必死之至 说着都是瞎话 他就为让姑娘走 老太太不打算活着了 姑娘此时也是将信将疑 讲老太太准备的很好 金的银的珠宝首饰 还有现前银票都归弄好了 你现在就收拾你的东西 别什么都带 舍不得 你舅舅那也有 随身换洗的衣裳 多预备两身就得了 让你的丫鬟也做准备 另外丫鬟嘴严着点 别嚷嚷 跟别人都甭说 就你们两个人赶紧走 我现在派人给你们预备车 说这个山道那个山 能走车吗 能走 但不是全程都走车 要想全程走车 得从山外去绕 要从山里都走 有一段山路走不了车 好在姑娘小的时候 跟着妈回姥姥家 经常走这股山道 倒是很熟 姑娘一听好吧 回着自己屋找丫鬟 跟丫鬟说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咱上哪啊 回我舅舅那 我妈让我上舅舅那住几天 看舅舅舅妈去 看舅舅舅妈 待一吃换洗的就行了 咱还待多少日子 这恐怕得多住些日子 你甭打听了 丫鬟也不知哪的事情 这没少收拾 小女孩们就是这样 哪样都舍不得 看着这也好 看着那也好 不让带不让带呀 收了两大包袱 连老太太给着的东西 全都搁到包袱里头 车把日也来了 丫鬟穿小姐上车 老太太没往外送 老太太为什么不送 怕一送走不了了 自此跟女儿永绝 控制不住情绪 就让老妈子出来送 小姐您去吧 上舅老爷那儿 在舅老爷那儿待几天 我在陪着老太太 到那去跟您会合 就试了 说得倒跟老太太一样 车把势 边摇骨头转 车往前走 眼看快到山口 姑娘一阵阵 觉得耳鸣心跳 忐忑不安 到底是母子连心 这茬不对 我妈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面色凝重 而且满面气容 过去有这么句话 知子没若父 吊个儿呢 知父没若子 爸爸妈妈什么脾气 什么饼 像这个姑娘 也深知 而且姑娘很聪明 坏了 我妈把我打发走 要么就是跟我爸拼命 要么老太太要寻短见 跟车把说快回 车把是不知道哪的事 小姐说回去回来吧 不过大伙的公伙 把车又回来了 小姐蹦下车来 也不管她们 撒腿就往里边跑 赶到里边 依然晚了 老太太是吞金自尽 教师夫人 吃好几个金戒指 你听可乐 这本身就是可乐的事 古人自杀 有一种方法 叫吞金 切之吞金 从原理上说呀 死不了 当然了 也分吃多少 据说 据说 圣金有毒 但你要能打成金戒指的金 他已经经过锻造了 那就不是圣金 是熟金了 过去的古书记载 圣金有毒 据说吃金子不是因为 他有毒死的 是因为他的密度太大 分量太沉 吃金子往下坠 第一他不渴化 消火不开 第二他往下坠 把胃给坠破了 一般都是胃穿孔 导致人死亡 按现代医学讲 胃穿孔可能会引起死亡 但是如果抢救及时 也问题不大 不但不死人 金子还有安神的作用 要不您看中药 那药丸外面有金箔 那还贵呢 一样的药材 带金箔的 比不带金箔的贵 若干若干 但金箔那个金就很少了 有人还不放心 说这个金的能吃能吃 大可不必疑惑 这带有把握 您是水浮也好 整个咽去也好 嚼碎裂也好 都没问题 金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要不然这大夫不敢给您开 但是历史上您要看 包括文艺作品里头 吞金子自杀的人大有其在 最著名的就是游二姐 《红楼梦》 您瞧游二姐 吃金子死 原文也写吞生金 怎么那么方便的生金呢 你想一个人有钱 他手里的金子一定是熟金 就包括您各位 恐怕家里都有两件金首饰 一般生金子 就是刚逃出来的那个金子 都是很小的 小颗粒啊 然后把它练在一块 一大金块 一般人家没有 金子这东西 天然就成大金块的 太稀有了 它跟煤不一样 煤您开出来能有大块的 盐有大驼的 盐除了海盐还有矿盐呢 开整个 比我这桌子还大 块的盐我都见过 还大的多 石头也有 金子说整块的K出来 甭管哪挖 挖出一大块整块的金子 也搭着我生人碗 出门也少 反正我没见过 再不知 游二姐家里 为什么会有生金 她当然有钱呢 小的时候有个娃娃亲 有个黄粮 庄头姓张 她原来要嫁的 那个丈夫应该叫张华 但是张家落败了 游老娘就不愿意 把游二姐给她了 游二姐游三姐是她亲生的 怎么叫二姐三姐呢 游二姐应该行大 但是 游老娘带着他们俩人 又改嫁 游老头 游老头人原先那有一大姐 比他们俩人大 所以这么排着 叫游大姐 游二姐 游三姐 游二游三长得都非常的漂亮 那就想把张家这个婚事给退了 想嫁贾家 他们家有一门好亲戚 因为游大姐 嫁给贾家了 而且嫁的是贾家 非常有地位 有钱的 一个人 就是贾珍 嫁给贾珍了 嫁贾珍可是 嫁贾珍那个听明白了啊 是给贾珍当妾 这意思就差多了 嫁贾珍 这就开始 他们在贾家乱七八糟的生活 那交大骂贾家 老公爬灰 嫂子养想书的骂谁 就是骂贾珍 骂贾荣这人俩 父子乱伦 贾荣为了报复他爸爸 因为他媳妇叫秦可卿 秦可卿在这套书里边 跟老公公贾珍 有奸请老公公爬灰 跟贾荣的书比兄弟 叫贾阿强 俩人也不清不楚 汪里登还跟贾宝玉 俩人不错 所以这段书叫 秦可卿 银段天香楼 占一个银子 那么贾荣呢 他的媳妇 老公公爬灰 他爸爸跟他通奸 他就报复他 怎么报复他呢 你睡我媳妇 我睡你媳妇 游大姐那是 他的小妈啊 他要从那里应该管 游二姐叫二婴啊 他跟那二婴 也不清不楚 贾荣也跟自己这小姨子 不清不楚 贾荣进水楼台 游大姐管不了他 不敢管 再有一个游大姐 愿意游二姐跟贾荣游然 这是自己娘家妹妹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是这是自己娘家人呢 让别的女人把她霸占了 那不是分自己的爱人吗 索性让自己娘家妹妹跟她悠然 还唠叨我们游家 财不外散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天 所以游大姐不管 贾荣跟游二姐 这就公开了 但是贾荣是儿子呀 贾荣不方便呢 贾荣一琢磨 怎么办呢 在府里头 在我们 宁府不好办呢 想办法 就给她弄出去 弄出去怎么样啊 捣手 捣给谁呀 捣给贾连了 贾连是荣福二爷呀 而且贾连 非常羡慕贾荣贾荣 贾强他们这个淫乱的集团 想加入组织 找不着突破口 怎么样啊 贾荣主动找他 二叔 这有一游二姐 您来了怎么样 好啊 又不敢明媒正取 家里王熙凤 太厉害呀 惹不起呀 王熙凤从 自己的娘家 王家 嫁到贾家 来的时候 带四个人 但只留了 平儿一个人 那仨丫鬟 哪里去了啊 死的死 王的王 逃的逃 全都给治了 王熙凤多厉害 贾瑞 贾天祥让他随便设计策 王熙凤巧设相思局 就给琢磨死了 那多厉害 所以 惹不起王熙凤 贾连怎么样啊 就设计外加 在外边买了一所房子 把游二姐接过来了 这一回 贾真 贾荣 贾连 全都方便了 并且 还要调戏游三姐 您看这个书 写的就好 游三姐的心上人 叫柳香连 占一个连字 游二姐最终的命运 嫁给贾连 也占一个连字 是《红楼梦》 这部书里边 占连字的 您放心 结局一定是悲惨 这套书 有很多沾帘字的人 跟帘字 则要发生联系 的女性 结局都非常之凄惨 三姐当然很泼辣 手段也很强硬 二姐不行软弱 贾连对的不错 挺宠 给她钱花 给她买好吃的 好衣服 这都没问题 但是 她有一个非分之想 要了她命了 游二姐 游二姐想篡权 因为贾连许给她了 一旦王熙凤 有问题 你转照 一旦王熙凤 她身体不好 她老闹病 她死了 你放心 这二奶奶是你的 如果不抱这篡位的思想 没准王熙凤 还让你多活两天 这个事情败露了之后 王熙凤要想琢磨游二姐 太简单了 那是铁外人物 最后 肚子里这个孩子 就是他跟贾连的这孩子 当然咱也不知道是谁的 就全算作贾连的 流产 这一下 所有的梦 全程泡影 不死不死 吞金自尽 这是她的结局 原文就写的 生金 吃多少 没写 没分量 这也没法说 坐这说书 我教给您 怎么吞金 吞多少合适 也没人想不开 就想不开了 哪有那么些金子 而我们家没有 所以古书里的净是写 历史上还有好多真人真事 当然这是小说里的人物了 为什么要拉你《红楼梦》的点呢 这不又耽误会儿功夫吗 说书您不能看一本书 它就是 世界名著啊 这也是 时不长的就跟您介绍介绍 尤其我爱说《红楼梦》 写人性 写的太好了 而且《红楼梦》 跟那几部还不一样 那几部 您说孙悟空猴 包括他说 这封神榜 这谁见过 离得太遥远呢 三国呢 大政治背景 大军事背景 写的虽然好才子书 但他生活中遇不着啊 生活中有瓜骨疗毒吗 观云长那样的人 一宅分两院 见眉甩 而不动容 吴二郎那样的人生活当中 他还打虎 嫂子这关的都过不去啊 所以生活当中 咱们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啊 这下着围棋 旁边画坨给刮胳膊 能刮到建骨头茬 把骨头上的毒 全都给刮下去 这就说说而已 当然要说三国咱就得登脸说 有这么当的事 但《红楼梦》则不然 《红楼梦》里很多情节 咱生活当中能碰上 那里说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画 就是纯白画 但是他揭露人性揭露的好 对机会 这不刚才也说了咱们这部书接近尾声 接近尾声完了之后 您看说什么书 当然我不能说《红楼梦》啊 我还是说啊 《红楼梦》这个书要当评书说 差点意思 这小故事讲讲还行 而且《红楼梦》难说 关系错综复杂 谁跟谁一辈 谁跟谁一辈 您要看好看 他们上辈 最早三点水那辈 然后人的盆 贾代儒贾代善 当然贾代画贾代善 在这书里根本没出现过 就出现一叫贾代儒的 带字的就出现那么一辈的 就是刚才说那贾天祥的亲爷爷 教书的先生 老头很可怜的 就这么一孙子 让王熙凤给琢磨死了 再下边就是范文 这边贾设贾正 再下边就是王子盘的 贾真哪 刚才说的贾连哪 贾宝玉 贾宝玉叫贾英 王子盘一个英雄的英 他哥叫贾猪 为什么贾连叫二爷呢 贾宝玉也叫二爷呢 就因为贾猪行大 是大爷 有功夫给您说吧 咱就说回来 这老太太吞金 扔得出去得拽得回来 老太太吞金自杀 已然死了 姑娘趴着妈身上 放声嚎啕 这通哭啊 一时 内宅大乱 有人 非也四往前跑 到头了 面前赵如成 赵如成 现在商里都是军国大事 看内宅的老妈子 慌了慌张往前跑 我心里就不痛快了 没有规矩啊 后宅老妈子往前面跑什么呀 这老妈子真急了 也不管当谁没当谁了 大寨主您快去吧 夫人已然自尽了 找成多的人物 听这话也暗吃一惊 心了话说 哎哟 这可要命 我只顾抢白了几句 没想到 夫人 一时心窄 寻此短见 我把媳妇给害了 大家伙一瞧 大寨主您就别在这儿了 赶紧奔后不去了 这不添乱吗 赵如诚跑到后台 姑娘已经不哭了 给老太太换衣裳 瞧 自己的父亲进来也没掉 赵如诚就愣到这儿了 闺女 笑话 这 姑娘不理他 还都看他一眼 冷面 还是说 赵如诚心里不一寒 坏了 姑娘恨上我了 也是 她母亲死 我是难逃其咎 有幸跟姑娘说两句话 承认自己的错误 劝慰劝慰姑娘 那个年代的父亲 说不出来 我经常跟您说 为什么朱自清 现在写这背影 这种父爱 跟外国不一样 中国父亲这种父爱 不用语言表达 这种爱更深沉 男女之间的爱 也是很深沉的 不是直说我爱你你爱我 外国不管男女见面 他就拥抱 就case 说大马路 大马路也不管爱哪哪 什么火车站商场 无所谓 现在中国也这样了 把路上瞅见 青年男女接吻不新鲜 封建社会那不可能的事情 跟闺女成错误 这也不可能 招生心里边难过 一咬牙一跺脚 说了一声 可怜可怜 夫人你死的不值 我干灯大事 你为什么不理解 失业成了你 不就告命夫人了吗 到那时我赵如成 封为一字并肩王 占半壁山河 你就是娘娘千岁之分 怎么能够一时心改 寻思短见 你死不要紧 姑娘恨我 你瞧这太重 牛脸扬长而去 只把姑娘气得 浑身颤抖体 塞一肛 手脚冰凉 姑娘也蛮想着 自己爸爸进来的 说两句话 也没想到 他不理他呀 他爸爸也没理他 这可就恨上了 前有的是 罚动老太太是要紧的 向那赵如成 你倒给小盘山送个信去 吩咐手下 楼楼楼人等 不必送信 这会儿他娘家兄弟来 他还跟我有玩吗 我这这么些事 不够跟他犯矫情的 日后姑娘一定给他 救救送个信去 姑娘到时候告诉他 就完了 我没把这事搁在心上 姑娘怎么样啊 把家里的人找来 拿出钱来 犯白事 只等老太太下葬 山后的 有山清水秀的地方 寻一家城 建立坟营 把老太太入土为安 自己每日以泪洗面 只等这个孝 七七四十九天 守过来 该挂长孝了 竟然赵如成全过程 一点没管 人俩现在吃冰拉冰 没话 不过话了 姑娘一咬牙 得了 那没办法了 只能奔舅舅那 这才 够奔小盆山 好在赵如成 知道有愧于姑娘 倒是说了 爬上哪儿上哪儿 你们不必拦他 燕路不输 到小盘山 进了山寨之内 大寨主火狐狸 交方一瞧 外甥女来了 穿着笑 俩眼就直了 姑娘 这是给谁带着笑 姑娘扑通一跪 舅舅啊 我妈死了 啊 那条不对啊 我前一日子去了 见着你妈还说来着呢 商量着 接你们母女两个人一块儿到小盆山 远离巨英山呀 躲着点你爸爸 他那别人造反呢 先把你们娘家接了 得便就送出小盆山 咱们得顾命啊 怎么你妈会死了呢 姑娘可就说不上整句的话来了 这些日子的委屈 见着娘家舅舅了 哇哇一哭 舅妈也出来了 哭了一声儿啊 叫了一声肉 有什么话跟舅妈说 连缠代价到里边 跟舅舅舅妈一学说 可把 焦也给气坏了 火狐狸交方 焦广平 二手急指 巨英山方向 赵如成 我把你个无知的匹夫 当然姑娘就骂上他 亲爹了 你把我姐的给逼死了 太难了 沐爷也听说这事儿了 回马三强 沐顺沐二爷 见着娇爷大哥 跟他拼了 拼不了 你别看我骂他 就拼这一座小盆山 咱们太担保 人担事故 但门之地 难以拒抗去英山 你我弟兄这两下子 要比起赵如成来 那真得说天壤之别 更何况他山上 能人众多 哪一个 咱也斗不过人家 只能隐忍 那么大姐这仇就不报了吗 报 报可是报 我得跟姑娘商量商量 这是他亲爹 现在 人俩闹成这样 你赵如成太狠了 应当给我小盆山送个信 怎么我姐的死了 连个信都不给呢 但是 人家是至尽的父女 这是一层天 我得跟姑娘商量好了 正跟你爸爸为仇作对 咱们是死磕到底 还是过些日子 你能原谅你爸爸 那你有什么主意 我问问姑娘再说 要过了好长时间 见姑娘这才问 你还回不回 去盈山 姑娘一摆手 回什么呀 妈 我已经安葬好了 活着 我应当尽孝 死了也应当尽孝 我应当 老太太坟前 天拔土收点纸 这总是应该的 但是 去不了了 这辈子不回去盈山了 舅舅 你要有能耐 要替我报仇 没能耐 我 小盘山也不待了 听我妈的 远走他乡 全凭舅舅舅妈做主 这辈子我不见赵如成了 不叫爸爸 食乎其名了 好吧 那我跟姑娘一个就说了 凭舅舅我跟你墨尔白 我们俩的力量 可斗不过你爸爸 现在只能把你送走 但是 咱们骑驴看畅 不是走着瞧 日后没人打巨鹰山 还刀罢了 有人打巨鹰山 我要卖小盘山一条路 打哪进巨鹰山 就打我小盘山进 直接抄他的后山 到那会儿 我就替姑娘你报仇了 你母亲绝不能白死 你母亲话说的头了 她总有 失败那一天 将久 山得破了 到时候 如有能人生禽你父 我自有跟她见面那一天 她要说后悔 我饶得不死 她要说不后悔 到那会儿 我替姑娘你亲手置她于死地 姑娘点点头 那就再救救你们吧 怎么样送姑娘 出小盘山 跟本书就无关了 咱不必细提 打这儿 焦也跟沐儿爷俩人 每日密谋 怎么着 能够破巨鹰山 什么时候有探山的人 咱们做里鹰外合 卖的一条山道 等来等去 这机会来了 铁迪三栋 金氏窟窿 钟离寿山老爷子 夜走小盘山 误打误撞到这儿了 要去探巨鹰山 没想到 胖上个一块探山的 并胎碎张芳 俩人见着面了 钟离寿山是从小盘山走的呀 从小盘山跟这俩人说了 五谷天明 我回来 你们俩在山口等着我 接着我一下子 现在山都没进去呢 盼着张芳 彼此一路身份 钟离寿山一瞧啊 张芳 就是来剿灭巨鹰山的头目人 江湖上这位地位不高 但是 就现在我云庄来说 他是个领头之人 我让他来 面见焦木二弟兄 没准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这主意 当然他没把小盘山的事 完全跟张芳说 说现在咱们身居显地 张芳你既然前来探山 咱俩人就是志同道合之人 我比你岁数大点 跟你的师长父辈 也有一面之缘 现在咱们有个接应 就是小盘山的焦木二债主 你先别探山了 跟着我一块 回小盘山 见着两位债主 咱们从长计议 张芳一听也只可如此吧 这次探山虽然没有得亏内情 但是遇见这么一位老前辈 而且这里边算有个接应 自己总算干办一件 有功之事 心中窃喜 这才说老前辈 您投钱带路 我后面跟随 咱们回小盘山 钟离寿山把他领回来了 回来这终点也合适 天正是四亮不亮 焦木二位 当然是新人君子 带着山上的楼楼兵 在山口这正等着呢 离老远看两条人影 木二爷刚要出事招呼 焦爷一掰手边忙 走一个怎么回来俩呀 是钟离老前辈不是 看清楚再说 来得真快 眨眼之间两道人影 来到窃进 没等这边说话 老爷子先说话 怕产生误会 敢是焦木两位债主 前来接我吗 哦不错 老前辈 怎么还同着一位 这是谁呀 远了瞧不清楚 离近一瞧 呦 这就是仗的人多 钟离寿山这模样 就够瞧的 行若骷髅 奇寿无比 人灯一样 身后的在跟着 并胎碎张芳这模样呢 好家伙 这要行走在山林之内 银野之间 活人吓死 这模样怎么凑在一块儿呢 老前辈 这位年少的英雄是谁 可了不得了 山中序话 路上一介绍 替张芳咱们一鱼仰一吹嘘 呼 焦木二维一听 行了 尤其 尤其 焦广平 新了暗教姑娘 咱们大仇快报了 大姐呀大姐 死得太冤了 现在 朝廷派张芳 查办巨英山 已然来到我小盘山了 这就好办了 那对张芳的态度 当时就不一样了 张芳多会来事 打折顺根上 瞧他态度变化 张芳马上就端起来了 张芳会白捧 再说话就嗯了啊了的 你们这个小盘山 搞得不错嘛 天也亮了 待会随便瞅瞅先看看 山口这不好 这绿化还得加强 我们这漫山全树 还怎么加强 您别胡挑啊 您到寨里边 张芳也说不出别的了 到里边洗脸 有人会预备早饭 吃喝语弊 查现上来了 久闻少年英雄 张芳也的英明 现在江湖上 您是赫赫为名 您这个 微服司法 这就算 这么大的人物 怎么一人 跑到山里边来了 张芳说惭愧啊 惭愧 我想出奇至圣 立上一功 没想到夜走 巨鹰山迷失方向 多亏碰上 钟离老前辈 把我引至贵山 那么此处什么所在 必处小盘山呢 要说起来 不是外人 我们跟巨鹰山 来沾点亲戚 张芳一听 又说怎么着 沾亲戚 什么亲戚啊 因亲 我亲姐夫 就是赵批赵如成 张芳一听坏了 人家是狼匠 这家伙 这赵如成的小舅子 这是 那我能得便宜得好吗 张芳不有脸上 颜色更变 愣到这儿了 交业一乐 张老呀 狼匠是不假 可是我姐姐已然不在了 是让赵如成 给逼死的 哦 张芳一听 怎么回事啊 说说 这赵如成太完额了 怎么连多年 解法器都能逼死 怎么样的 异狠心毒 这说一句 他描一句 张芳干别的不行 天油加醋 背蝎子 那是专家呀 这就全给上上了 越说呀 交业越生气 越说越拱火 说说这破口大骂 现在我可怜的小外甥女儿 只身一个人流落他乡 真诚无父无母之人 全败赵如成所赐 就是我跟穆勒二 我们哥俩 既然离下 受着一口嫌弃 居英山赵如成 其我特慎 气炸连根被撕碎口中牙 真恨哪 张芳一瞧 哦 那就行了 反哪 你小盘山 这么些个血性男儿 也不是土堆的面裂的 手里边有刀有枪 跟他干哪 教爷一听 这回又该我说惭愧了 弹丸之地 威莫的本领 实在斗他不起 我要是打巨英山 不雅如 叶鸾鸡石 飞蛾向火的想法 那不找死吗 那么阴忍在此处 我也不走 我还领他的响 我是吃着喝着 憋着坑他 我就等您来 等我 对 您不来 别人将就也得来 不管是谁 来了之后 我要卖小盘山 一条路 想进巨英山 就打我这走 我呀 大厂摇开 大开齐门 从我这儿直抄他的后山 走 好 张芳一听 这趟口不白来 有小盘山做内应 这巨英山 拿下多一半来了 里应外和两气加工 巨英山必败无疑 嗯 好 但您可别露出来 尤其我到小盘山 这个事情 您可得守得住啊 这个消息 要是泄露出去 巨英山 但凡有所察觉 可就坏了 您放心 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不过就是定好了 您什么时候攻山 派人给我送信就行 巨英山现在内部如何 不知道 我已经两个多月 没跟赵如腾见过面 他把我的大姐给逼死 我把姑娘送走 到现在 我根本没见过她 就是我之前去巨英山 又不能忽悠的 就是上内宅见 我姐姐见外甥 前山的有些个朋友 我认识 有些我根本就不认识 巨英山内部如何 不是我不愿意说 实在 我不怎么知道 哎呀 这还麻烦 中立寿山旁边一听 张鹏 这麻烦什么 头次探山 我是一人 你也是一人 再来一回呀 再探一回山不就行了吗 咱们呀 非得上里边瞧个 根源究竟 看看怎么样 这才叫知彼知己 而且现在有后盾了 从小盘山进出 十分的方便 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 江沫二位一听 还是中立老前辈说的对 小盘山的大门 向各位永远敞开 您就记住了一条山路 能退回小盘山来 到我这就全好办了 咱们这地方可以说 进可攻退可守 张芳一听也对 再进一趟巨英山 哎 好 机会难得 我在那是 呕着气出来的 到这儿 已然立了一功 我回去 面见老少群霞 把小盘山一说 手工一见 就是我张芳一 日后成功就在这地方 但是 我为什么不锦上添花呢 得以强助手 就是这中立寿山 老爷子武术其高 人间的剑客 只有他保着我 还何足俱灾呀 想到这儿 真得说是心花怒放 点了点头 好 既然老健可您 尚有此雄心壮志 张芳小的我 焉能不伟继其后 您这么大岁数 还敢去呢 何况我呢 年轻人不怕跑腿 二位寨主 打个接应 我们也是两个 今天白天好好睡觉 晚上再探 巨英山 好 焦摩二位 挑大摩哥 老少英雄了不起 来 吃 中午 很丰盛 下午睡觉 张芳和中立寿山都累了 这一大下午觉 睡醒了 吃晚饭吧 晚上就不敢多吃了 料包在店店 熬到定更天 张芳跟中立寿山 收拾锦尘利落 由小盘山出发 跟焦木二位定好了 五谷天明为约 你们还带人在山口这迎接 打个接应 两个人借着夜色茫茫 再探巨英山 要摸进来 有前车之鉴了 巨英山跟小盘山中间的道路 中立寿山已经走三回了 原来走错了 就不能再走错了 找没走过的头 他在头了走 张芳在后面跟 老爷子回头一瞧 不含糊 中立寿山放马的书身 脚底最快 灌走山道 要搭得得一人传授 武功高强 张芳呢 狭口儿子见过徒弟 二次学艺之后也不含糊 张芳一步不落 把老爷子这一点雄心斗起来了 行 小孩行 有两下子 跑两步 跑两步 撑了撑了 你看你怎么样 他也不说话 往下一摊 跑起来了 张芳一脚 新了话说了 你这套书甭管 多得岁数 全好斗气 咱们是探山又不比我 你们跑什么呀 我追得上您 您心里不痛快 我追不上您 您心里痛快了 我哪儿追您去 张芳别说跑不过中立寿山 就跑得过 他也明白 让老爷子一点 老爷子心里痛快 这是张芳机灵地方 见人措寿 见物增价 人有一把扇子 您拿着 看着不怎么样也夸 您那扇子真不错 多少钱买的 嗨 这竹扇子又不是名家的 这个扇子 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 这么便宜 好像前两天 我看一百七八百 还不如您这个 您这二百块钱太值 见物增价 您听着高兴 您这扇子多钱买的 我这扇子二百 二百 这扇子二百 烧火不着 您知道吗 你呀给我撂去 该干嘛干嘛去 我让你包勉我这扇子 见人措寿 多大岁数人往下来说 您今天高寿 还还小呢 六十二 您可不像六十二 看您像四十出头的 这人身体多好 身体倍棒 走道 大小伙子追不上 老头子一听着高兴 哎呀不行了 有拐棍都不拄着 在手里滴了着 腾腾腾走几步 拐棍弯在墙脚那扶持 让这两句话催的 您今天高寿 我今天六十二 你才六十二 我怎么强你像八四的 哎呀吸呼气了 抬头温都开了 老头当时就能对我这 这说的年轻 张芳多机灵 你瞧老头子要跟自己赛跑 明着也追不上 索性啊 我别追他 老头子你倒回头瞧瞧 他瞧张芳刚才刚进山 这两步不含糊 他那意思 就让你比我跑得慢 也得跑一大咕嚕 才能把你拉下呢 索性我多甩你这 老头又没回头 往下 啪啪啪啪啪啪下去了 张芳又不使劲追 那还不跑丢了 钟离寿山一高兴 跑下去了 赶在回头一瞧啊 张芳没跟上来 哎呀 我知你跟不上 我跑慢点 这地方也没人 等会儿吧 找棵树底下 连歇会儿再等张芳 左等不来又等不来 心里未免得着急 有心往回走迎迎张芳 又一琢磨 我别去 在走岔了路 索性守株待兔 在这死等 那哪儿等去 张芳又不使劲追 投了双岔路口 老岔往那边下去 他到这儿一琢磨 我往这边吧 他说干嘛走岔了 非走岔了不行啊 不走岔了哪有书啊 他奔那边下来 往前走一走 这功夫可不小了 心了坏老头够赶的呀 跑哪去了 真不等着我呀 这人什么脾气你说说 哎呀又是出交 这么大的健康 我可说您什么好 有道是老要张狂少要稳 我张芳也特意的稳点 那也太狂点了 两不就活 现在一个人了 他明白这个 俩人怎么也比一人强啊 一人怎么也闹过俩人去 哎呀没有中立寿山 要来了敌人 我可够呛 他还绞心了 哎小心使得万年船 再往前走 哟 头流亮了 影超招有一片光 自己压低了身形 蹭着大树 左一棵右一棵往前挪 竟然没有人发现 来到窃监 看明白了 有三间房子 三间房全点着灯 灯火通明 而且听见聊天的声 正说话呢 门窗开的一望可知 哦 这是巨鹰山的山寨 但是自己还离得远 张芳胆子大 晃身心绕着房后面 头的门窗开的 后都没有啊 张芳送身心上房 趴着房上听底谈话 那也听不太清楚 滚起爬坡往前坡摸 摸到中脊这儿 就得小心了 第一步小心 容易鼓了下去 第二容易被人家发现 慢慢的 顺着往下出了 眼看来到前沿了 他那意思 来个珍珠倒卷帘 珍珠倒卷帘往哪卷呢 这是三间房子 他的这鸡脚 在这儿 我听听演讲什么 他身形往下一坠 这回可瞧清楚了 窝子里头坐三老头 岁数都不小了 没有别人 桌子上呢 也没有韭菜 摆的是茶 三老头是围炉夜话 这儿喝夜茶 聊得还挺高兴 居中有个上年纪的 看着比那两位岁数大点 二位贤弟 都这会儿了 睡吧 咱们聊得差不多了 嘿 张芳一听 这么还赶上结束了 我刚来你们仨就结束了 那再聊就得明天了 要知心浮事 单听背后言 你们再多聊会儿多好啊 他想着让这仨老头再聊会儿 三老头就仿佛值得有人听 我懂这人的心理似的 当家这老头说啊 天也不早了 我也乏了 咱们下礼拜天 接着了 好 谢谢大家